好,那我们就继续学习吧 请大家跟我读 勇敢 勇敢 结果 失败 过程 至少 总结 可以,再对一遍 勇敢 勇敢 结果 结果 失败 失败 过程 过程 至少 至少 总结 总结 来,第一组先来吧 勇敢 勇敢 结果 失败 过程 至少 总结 嗯,总结 可以 好,来第二组 勇敢 结果 失败 过程 至少 至少 总结 嗯 嗯 好 呃 来,我们来捋一下啊,你看勇敢也就是下去啊,结果也是下去的,23的话我们得上去,对吧,比如说过程,成要上去,25也是这样,总结,结也是要上去的,对啊,20,21,24要下去,对,比如说这个23和24就是很好的对比,你看啊,过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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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有感知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针对 针对什么是有感 从水面进行了 进行了 激烈的 变论 这是一群勇敢的 登山者 对 登山者 登山者 我来读啊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这里是要读的 针对什么是勇敢 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什么是辩论 对 辩论的话一般都是 对错 是吧 辩论赛啊什么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发过的一些辩论赛 是吧 我在这个口语课里面经常会搞这样的活动 辩论赛 对他就是辩论的话 比如说 假如说啊 你们觉得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有一组人是觉得对 赞同是吧 另外一组人是觉得反对啊 是吧 赞同的话你们说为什么赞同是吧 他为什么对 反对的人说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他们两个是互相是吧 用语言是吧 不是用拳头啊 用语言来说服对方 对 所以叫辩论 对 而且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很激烈 是吧 我们可以说激烈的辩论 嗯 对啊 这叫辩论赛 好 下面是登山者 都知道啊 勇敢的登山者 好的 行 下面第二组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都 勇敢就去做 不要单身结果 不要考虑会 不会失败 他没听那么的 的话 结果真的出事了 成功是 并不是一个结果 并不是一个结果 这不是偶然的事物 是必然的结果 是必然的结果 一定有结果 一定有结果 但不一定有好结果 嗯 对 我来读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被失败 是刚刚的句子啊 第二句是 他没听妈妈的话 结果真的出事了 这里的结果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廉慈的感觉 是吧 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对 有点像廉慈的感觉啊 成功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一个结果 对 这个 又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句子 是吧 大家可以去慢慢的体会 是吧 成功真的是一个结果吗 并不是 是吧 成功是一个过程 对 我们想 就像昨天我们说的那样 是吧 我们 我们付出了很多 然后结果可能会失败 可能也会成功 不知道 但是这个过程 就是你 你想要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付出 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一种收获 是吧 这是一种收获 最后这个比赛也好 是吧 考试也罢 最后拿到高分 或低分也罢 对 它顶多就是证明 你在这段时间的一个 差不多的一个交代 对 但它并不能代表 你一辈子的一个情况 是吧 就像我昨天举的一个例子 是不是 对啊 好 下面是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 对 是必然的结果 不是偶然的是吧 不是没有想到 是真的会这样的 是吧 真的会这样的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 这是必然的结果 对啊 有意思 努力一定有结果 但是呢 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一定 嗯 是吧 是 但是不一定有好结果 对 有意思 是吧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努力的话 肯定会有结果的 对 结果是有的啊 这只不过是 这个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咱们就不知道了 嗯 啊 有意思 好 那下面是第三组 哦 对 结果 成果 后果 还记得吗 我好像说过 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结果是 好的 也有坏的 对 结果是好的 也有坏的 也有 成果呢 是好的 后果 对 成果 大部分是好的 对 然后呢 后果 后果是不好的 是 是 是 很好啊 对 简单的 我们就这么记吧 结果的话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坏的 它是中性的 成果的话 它是褒义 它一般都是好的 对 后果一般 一般是变异 它一般是不太好的 对啊 好 那没问题 有请第三组来读一下吧 小张 小张 你这份计划书写得不错 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 下个月把调查结果交上来 如果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想做什么 那就勇敢的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 会不会是 对啊 这是结果 对 结果也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 呃 主要的语言点啊 它可以当作是名词 对 最后的一个状态 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都知道 然后 还有 是吧 它是一种廉词 就像刚刚说的那样 是吧 廉词 好 有请第一组来吧 我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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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每天 早上都去 其忙 结果 马进人 马进人 在一个月 这几年 做了 二十分 嗯 有些人 爱说 差不多 例如 每天的工作 都是完成的 差不多 结果 下来 就变成了 差不多了 差很多了 对啊 这里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这个 它是一个 廉词 对吧 就是表示关系 因果关系 前面做了一件事 然后后面是 它的这个结果 对啊 因果关系 我妻子想减肥 所以她每天早上都去骑马 结果呢 马进人在一个月内 瘦了二十斤 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是吧 二十斤是多少个公斤呀 如果用KG 是吧 公斤算的话 二十斤是 十公斤 对啊 就是它一半 呀那这马真的太可怜了 一个月瘦了十公斤 好像这马 好可怜 第四也很有意思 是不是 每天都说 哎差不多了 是吧 今天做的做的 怎么 哎差不多 今天汉字写的 怎么 哎差不多 是吧 但是呢 你看这些差不多 积累下来 是吧 时间久了 那就差很多了 我们就举这样 这么一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们每天 要学十个生词 要写十个生词 然后你每天都是 八个九个就休息了 是吧 八个九个就休息了 然后就你看 每天都有一两个 一两个留下来 结果呢 说十天 那已经是十个 是吧 差不多十个 甚至可能是二十个 你看 是吧 就慢慢慢慢的话 就会差的很多 嗯 所以呃 有些专业啊 有些专业 有些工作是 真的是不能用 差不多 是吧 真的不能用 差不多这样的 心态来去做 比如说 开飞机 是吧 开飞机 开飞机的话 你看是吧 我们都学到 比如说啊 我们我们的飞机 现在这里 是吧 我们想去 假如说 35度 是吧 偏向于35度 这里 对 你想去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你得是 必须得是35度 是吧 如果你只是35 点 一 都不是点一吧 那是零 零一 35点零一 好 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这个偏离 只是零一 是吧 点零一 而已 但是你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偏差 并不是 点零一了 是可能是 甚至是很多 很多 甚至你都找不到 你想去的地方 对 是吧 呃 对 像这种开飞机呀 是吧 开船呀 对 这样的工作 真的真的 不可以用这种 差不多的心态去做 嗯 是吧 好 呃 这是一个 哎 我这边信号不好的话 提醒一下啊 好像 他提醒说 我的信号不太好 好 那就两分钟 嗯 两分钟 一分钟 非常好 一分钟 我 试试看啊第二组下来吧 成功都是努力的结果 成功都是努力的结果也可以 第二第三组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很晚才睡 然后呢 结果 结果 对一般 晚上睡得很晚的话第二天会怎么样 结果困 结果我想困 结果我想困了 不用加想 结果我困了 什么时候困 考试 考试的时候可以 或者是你看他说的是昨天 那我们也可以说今天 或者是现在 或者我们今天考试的时候 是吧 要加一个时间段 对啊 昨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很晚才睡 所以今天特别困 结果今天特别困 结果我现在特别困 结果刚刚考试的时候特别困 对 是吧 对啊 好来 第三题 第一组来吧 昨天的面试 昨天的面试 结果什么时候能知道 嗯 结果出来了吗 或者结果什么时候能知道 那对 两个都可以 好 那没问题啊 行 这是结果 没问题的话 咱们继续看 失败 来 有请第二组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你做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 如果 不要考虑 会不会失败 会不会失败 你同意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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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足够了 这句话 可以说的吗 嗯 对 可以可以啊 呃 你同意 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句话吗 对 你知道 我经历了 一千零九次失败 但只要一次成功 就足够了 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你们知道吗 是谁说的 我听 艾丽丝 不是哦 他是 艾丽丝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艾丽丝 艾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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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他吃的 不是 他做的是吃的 现在很有名 那个 他做的这个吃的 哦 KFC吗 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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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C KFC KFC的创始人 那个老头 是吧 KFC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吧 那个老头 他的logo里面 就有这个老头 是吧 对 好像是他说的 对 KFC的这个 老头说的 他说 他经历了这个 一千零九次 失败 没关系 只有一次成功就可以了 那结果也是这样的 就是 他前面做过 如果了解他的话 好像他前面做过 很多很多工作 然后一直都失败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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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 KFC的时候 他就成功了 嗯 你看是吧 KFC到现在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KFC这个品牌 嗯 啊 有意思 所以第二句 是吧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就是成功的妈妈 对 你们觉得这句话对吗 对 嗯 有道理 是吧 没有成功就没有失败 对不起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大家都是这样觉得 嗯 当然有些人也是觉得 成功 才是成功 他爸爸 没有什么失败 是吧 这样这样的话 就是 没有失败 是吧 那个人可能是 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 很少 是吧 这真的真的是 可能是很少很少 对 他一直都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 所以他觉得成功 才是成功的爸爸 嗯 好 来我们继续 第二组好了 第三组来吧 过程 第三 这样你会在做的 过程中发现 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你不了的 我记得昨天晚上 下 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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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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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过程 我多 多力不安 多力不安 对 嗯 请教 天老师 跟参加 工作 跟参加 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 嗯 对 适应的过程 很好 好 我来 我来读啊 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我妻子昨天晚上生孩子 整个过程我都坐立不安 新老师 新教师 刚参加工作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 这是课文里面的句子 那我们咱就不说了 这个 呃 可能你们大部分人可能不是 结婚了的吧 你们你们还是 单身 还没结婚 单身 嗯 是吧 我觉得你 觉得咱们班 最大部分的人是那个 还没结婚的 是不是 对 呃 但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什么 你们的这个姐姐和哥哥的是吧 嫂子之类的是吧 去生孩子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 真的 呃 我 马老师 马老师生第一胎的时候 呃 这个顺产的嘛 顺产的话就等 就呃 大概 呃 比如说啊 呃 前一天晚上他就睡不着了 前一天晚上他就一直都睡不着 他说肚子痛肚子痛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 早上差不多7点8点 他就去医院了 然后第二天的下午7点才生的 整整24个小时 然后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 还漫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是坐立不安 对 真的是很担心 然后那个时候是2020年 对 我我的儿子生的是2020年 刚好也是这个国费期间 是吧 很多医院的人都很害怕 然后也不让很多人进来这个医院 只有一个人能进去 所以就我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所以真的是坐立不安 有一个成语 是吧 你坐也不是 立就是站起来 是吧 站起来不是 坐下来不是 两个都不安 也就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意思 坐立不安 嗯 对啊 这是第一台 第二台的时候 第二台是3月份 生的 是吧 3月31号 然后呃 因为这次是因为这个羊水混了 就是很危险 就很危险 本来也是顺产 但是医生说这个羊水混了 我就不得不做手术 就马上就要解剖 剖开 不是顺产啊 就开肚子生的那种 然后这个过程就很快 这个过程很快 他他生之前两三天就已经住院了 因为已经到期了嘛 到期了还不生的话 就有点危险 然后就医生就呃 建议他去住院 然后就他两三天之前就去住院 然后就生的那天是 大概6点的时候 呃 他的妹妹陪他 然后大概6点的时候 他妹妹就发短信说 已经进去这个手术室了 然后6点15的时候 已经生好了 就就 只有几块 就15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生好了 对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像这个第一胎的时候 让我坐立不安 嗯 啊 所以就很快 但是 呃 开肚子的这个后果是他恢复的比较慢 对 呃 顺畅的话 你一生就差不多可以走路呀 什么的问题不太大 这开肚子的时候 你就呃 差不多一个月就要这样 好好的 休息 嗯 这样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好吗 好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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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新教师 是吧 新教师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要有一个实行的过程 我记得我刚来复兴的时候 刚来复兴的第一天上课是这样的 复兴就打电话给我说 啊 他老师吗 你是新老师吗 我说是 那明天几点几点来上课 啊 那么快吗 呃 那我要教什么 明天这个上课之前拿一下这个课本 哇 这这这么没有什么什么适应的过程 或者是说有一个人是吧 呃 跟你说哎 这是教室 是吧 这是前台 这是办公室 没有人会这样告诉我 有又是吧 直接打电话说 是陶老师吗 明天几点几点来上课 对 这样的 然后就我就第二天就 呃 呃 去去吧 去吧 去上厕所 可以的 就不用说啊 然后就第二天就 我就稀里糊涂的就去上课 对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啊 好 那过程 接下来是 第 呃 对 坐立班 是什么呢 心情紧张 情绪不安 的意思啊 坐立不安 好 至少 第三组吧 第三组 来吧 即使 其实最后写吧也没有关系 因为 还是一手 已经努力过了 嗯 一个人 一个人 好 没有 对 拥有 拥有 一个梦想 有一个理由去 坚强 对 坚强 虽然我没有钱 但我 我经常还有心 嗯 对啊 对 即使最后失败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了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理由去坚强 虽然我没有钱 但我至少还有你 对 那啊 呃 最后失败也没关系 但至少 已经努力过了 对 这句话还是 有时候是真的对的 是吧 因为这个结果好像 就是那个一刹那间的 就真的只是一刹那间而已 呃 就算是 你非常优秀 是吧 比如说 呃 你在这个高中的时候 成绩非常优秀 比如说 我的话 我是 我是本科啊 我的大学是北京医院大学 那我本科的时候 我是全校第二名 对 我的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第一名是马老师 嗯 对 然后 你看这个有什么用 没有用 真的 真的 你当时会觉得啊 很酷是吧 很了不起 但是 你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以后 你会发现 真的没有用 对 不管你是多么的优秀 是吧 成绩上你多么的优秀 呃 在到了工作当中 这个成绩的优秀 其实不能起到太多的作用 对吧 在工作当中是呃 看的是你的这个能力 并不是这个成绩了 对你的能力 各种各样的能力 我说的是 就是说你的交际能力 是吧 你和你和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哎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嗯 是吧 或是你是快速适应的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吗 哦 是吧 你有自学的能力吗 啊 对 等等等等 对 所以有时候 呃 是吧 你去努力了 最后失败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不是一切 对啊 这不是一切 所以呃 曾经遇到过失败的同学 也不要灰心 对吧 这这可能不是一切的啊 好 第二个是一个人至少 是吧 至少要拥有一个梦想 对 你们有梦想吗 有 嗯 现在还有吗 2021年2月份以后 还有吗 哦 有些人知道了 是 小大人可能知道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 对 呃 2021年2月份 是吧 这个以后 好像缅甸的很多很多年轻人 就呃 已经 没有梦想了 是吧 对对 真的 对 这 还有 你也没有理由 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坚强 你不知道你活着是什么意思 呃 这个 我就慢慢慢慢的 大家就 适应了 是吧 2021 2022 2023 好 已经慢慢慢慢恢复了 是吧 大家都已经 转行了 是吧 这没有自己去做 以前想做的 转行了 去做别的事情 就这样慢慢慢慢 适应的时候 突然间 2024 又是2月份吧 是吧 2024 又是2月份 一则新闻 一出来啊 年轻人都又是 打碎了所有的梦想 是吧 结果呢 所有的年轻人就 不在缅甸了 嗯 对啊 所以 嗯 人嘛 是吧 至少要有一个梦想去 呃 去怎么说 去追求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 人活着 有意义 嗯 啊 啊 呃 虽然呃 这会觉得啊 虽然我没有钱 但是我至少还有你 哎 这句话很有意思 好 那就来 呃 第一组来吧 嗯 第一组有点多啊 我们可以重拾 拍照 重拾 持有 有 无用的 经验 流露着 人员 越来越近 工作 兴满 兴满 老王 让我 让我 写一分 斗则报告 斗则报告 通过这次走则 斗则 提高了 引导水平 照应了 管道干部 要认真 走则 经验 招训 对 反着 反着 类似 类似 故事 再次 发生 我来读 这有点难啊 我们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 有用的经验 是吧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 比我们 越来越近 对 可能是吧 我们在工作当中 肯定会遇到失败的 这是正常的 对 但是 有些人就失败 就失败了 没有什么 后面是 没有什么东西了 但有些人是失败 但你从这个失败当中 总结出来 是为什么失败 是吧 是我自己的原因吗 还是时间的原因吗 还是人脉的原因吗 还是员工的原因吗 等等等等 是吧 你会去找原因 然后去总结出来 注意啊 我现在说的是总结 是吧 然后找出你失败的原因 并不是说去抱怨失败的原因 对 抱怨的意思 应该知道 是吧 抱怨就是比如说 你的员 因为你的员工的原因 是吧 失败了 然后你就一直在抱怨他 因为你 因为你啊 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都会 是吧 这是叫抱怨 对 我现在课文里面说的是 总结 是吧 总结去找问题 然后去总结 并不是说去抱怨 其他人 嗯 所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好 工作期满 老王让我写一份总结报告 比如说 我就是这样的 是吧 八月份马上就要 到期了 对 我是八月份到期 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写这个总结报告了 嗯 对啊 好 通过这次总结 提高了领导水平 还有教育了广大干部 对 这句话有点 呃 高啊 教育了领导水平 提高了领导水平 是吧 领导的这个能力 提高了 而且 也对这些干部 是吧 干部就是你手下的 是吧 一家公司里面 肯定会有手下 很多很多人 是吧 对 这些叫干部 对 广大干部 也就是说 多还是少 你们觉得广大干部是多还是少 多 嗯 对啊 广大干部就是多的意思 对啊 好 呃 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对吧 防止 就是不要让它发生的意思 防止 不要让它发生 类似的 说相似的事故 在此发生 事故啊 故事和事故是有区别的 是吧 故事大家都想听 爱听 但事故的话 大家都不希望发生 嗯 是吧 事故 比如交通事故 是吧 交通事故 是吧 一辆车 一辆车 撞了 是吧 卡车和汽车撞了 对 等等等等 就叫交通事故 好 那总结 看看这个20到25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嗯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来 请大家跟我读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他就勇敢地去教 不要担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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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先到这里 其实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只出有用的经验 除了这些积累 这些人离我们绝来越近 越来越近 好 我来读两遍 第一遍的时候 大家先不要跟着我读 不要跟着我读 先听 因为这个听也很重要 第二遍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那边读 来开始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 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 第二遍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那就勇敢的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这样 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 有了这些积累 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 有请第一组下来吧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他就有勇敢的去做 不要提结果 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 只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种事情的过程上 但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但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 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了这些积累 有了这些积累的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嗯好 我应该要分四个小组了 以后就 然后来第二组来吧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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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要跟自己在单位 不要考虑 要跟自己的看法 为主义 ja 这币就会给 想何带来 想去烦恼 我们应该把第一个 开始 现在 可以在做的过程中 或是解决问题的困难 这些其他任何东西 除了好东西 都读不了个困难的 因为最后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人 也没错 我们还可以 从失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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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些 从失败的地方 从失败的地方 我们的失败的地方 我们的失败的地方 可以可以 好来第三组 如果你想做什么的事情 那就勇敢地去做 不要专心结果 不要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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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太看重结果 失败就会 给人们带来很多 我们应该把主信力 站在做事情的过程上 怎样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就是其他让我们的东西都给不了的 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甚至少我们还可以从失败周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周 有了这些之类 我们想让离我们越来越近 好可以可以 新同学好像赵重阳也可以啊 好像跟得上的样子 可以好我们看啊 第一题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根据课文啊 对 根据课文过程更重要是吧 如果要是要是这个太看重结果会怎么样 很多烦恼 对啊很多烦恼 为什么说失败了也没关系 为什么失败没关系呢 你们 哦对我心情不好 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努力过了 已经努力过 嗯 已经努力过了 嗯 我们想可以从失败中 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对 对呃 至少我们努力过了 是吧 还有一个是从这些失败当中可以吸取教训 是吧 还有总结出经验 有了这些经验我们会越来越好 是吧 越来越成功 对啊 所以这个呃作业 对啊 作业是这个 哦对呃 因为咱们班也有很多新同学嘛 嗯 再说一下这个作业啊 呃 每每一个课文 这小课文后面有一个话题 有一个问题 这是口语的作业啊 不用写下来 这是口语作业 因为咱们班考HSK的时候 还要考HSKK 是不是 对 这是 这不能少的 因为很多人都HSK没有问题 但是HSKK总是 是吧 又是多一点点 其实多一点点 是吧 很难到80分 对呃 因为口语这个东西嘛 你不能说是在一两个月之内 你就想提高 这个有点难 特别说像我们这样 在这边是吧 不在中国那边学习的话 在一两个之内 想提高口语的话 是有一点点难的哈 所以你看我们我们的课是 呃 六月份开始的吗 六六不是不是 五月份是吧 五月份开始开的 然后你看已经五六七三个月了 是吧 对三个月了 所以有些人每个每一天都叫作业 对 现在呃两四五个啊 四五个同学每一次都没有落下 就算他落下了 他也会补过来 对 有这么几个人 我相信那些人在考HSKK的时候 分数肯定会超过70多分的 我我个人觉得啊 但也不一定 对 所以这个作业是这样的啊 口语作业的话 在准备的时候只有两分钟 对啊 你们可以体检准备 但是呃你不要说啊 我今天早上就开始想想想想 想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的要给我发作业了 是吧 你要发这个音频了 Messenger也好 这个Telegram也好 没关系 可以发给我 好 你要发了两分钟之前 你就开始准备 你可以在你操稿纸上面 可以写下来 做操稿 是吧 你可以用汉语写下来 你可以用拼音写下来 甚至你都可以用绵绵语写下来 没关系 但是能说出来就好 对 好 两分钟准备好了 就扒给我 发的时候大概是一分半左右 对 有时候超过两分也没关系 但是考试的时候最好是一分半左右 就刚刚好 对啊 对 这些口语练习 口语作业都是为了咱们的这个HSKK准备的 包括考HSKK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看图说话 两个那个话题讨论 是吧 那准备时间是10分钟 那一道题平均只有两分半 对 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 我给大家的是两分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每一次都这样认真准备的话 我相信12月份考HSKK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好吗 好 这话题 你失败过吗 谈谈你的经历 好 下一个 来 请大家跟我读 取 取 经历 经历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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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 许多 暂时 正正 面对 好来 第一组先来吧 第一组 对 取 于 许多 许多 区别 诺识 面对 第二组 执 进 许多 区别 知 面对 第三组 好咱们看一下 取来第一组下来吧 取得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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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就是 已经取了 她的感情 他领取了恩怨的工资 工资 所以我们领工资 我们一般说领取工资 对啊领工资领取工资 好取取的成功 对我们可以说吸取 哎呀我我这边信号不好 好像好再说一遍啊 取一般说领取吸取骗取是吧 什么什么取对很多取 所以首先这个取的话一般都是 取钱 对你们听说过这个怎么取钱取东西 对啊这样取包裹等等 所以这个取这个东西本来是谁的 本来是我的 对本来是我的是吧 我暂时把那个东西放在某一个地方 对然后你最后来拿过来 这个拿我们叫取是吧 比如我们去游泳是吧 我们去游泳的时候我们可以穿着衣服下去吗 不可以是吧 这个时候本来是你的那个衣服是吧 那些衣服放在一个柜子里面 然后最后你去取 哎对这样 包括快递也是这样的 快递是你的快递是吧 你用钱买的或者是别人送你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快递是你的 然后那个人是来送的 嗯他把那个东西是吧 快递包裹是吧 放在这个箱子里面是吧 你的东西所以就要取快递 和取钱也是这样的 银行里面的你的钱本来就是你的是吧 然后你是去取过来 嗯对啊这是取 好我们可以说吸取沉痛的教训 这个沉痛这个沉字之前我们见过是吧 沉沉下来比如说这是水是吧 比如说咖啡呃对 我们喝咖啡的时候 一般有些有时候啊 咖啡到就会沉下来 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 呃 Bremia的2加1 2 in 1啊不是3 in 1 2加1那个咖啡 对有点苦苦的那个 对像那样的咖啡的话 呃不能马上喝是吧 你不能马上喝 你应该要等到那些咖啡豆沉下去 你看这个字是吧 这叫沉 哎对 比如大家都看过那个呃 Titan你课号是吧 Ditending 这样看看看过吗 看过Ditending这个电影吗 看过 看过是吧 最后这这艘船怎么了 沉入大海 哦是吧 这个叫沉就是这样的动作 嗯是吧 沉下去了 是吧 他已经在这个海底 对这叫沉 所以沉痛就是你看 又痛又重的意思 哎是吧 又痛又重的意思 这样的教训 对啊 这里有一个成语叫花言巧语 对 也就是说你嘴巴很厉害 是吧 说的是吧 很很让人感动 对 然后呢 他用这些花言巧语 骗取了他的感情 嗯 然后可能是男生 好的 那就来第二组来吧 请礼 一切的一切 接着一切都要经历 经历过头部的 手术 嗯 看索 抱一下 会受到成功的 喜悦 愿 是的 我来读 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爷爷一生经历了 新旧两种社会 保尝了人间的冷暖 一切的一切都要经历过 痛苦的探索 才会收到成功的喜悦 对啊 所以经历 对 经历了很多失败 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情 是吧 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新旧两种社会 啊 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嗯 不好意思 我儿子行了 好继续啊 不好意思 呃 对 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 对呃 这个以前是 如果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话 大家都清楚 是吧 以前中国的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 是吧 旧社会的话 比如呃 旧社会 封建社会 大家可能会听说过 那个国角 国 对国角 哎 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 可能没有啊 来 我我给大家看 什么叫国角 应该见过吧 我觉得 好 能看见我分享的吗 啊 没看见老师 还没看见 看到了 看到了 是吧 照片看到了 你看 这是正常人的脚 是吧 这国角 国起来的脚 对 你看 对吧 呃 以前见过这样的照片吗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啊 对 这个就是旧社会 是吧 旧社会也就是 呃 思想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简单的说啊 思想没有那么的好 这个时候呃 古代的时候 女生要国角 她一出生 就是要国起 她的脚 你看 她的脚就小小的 看到没有 就像小朋友的脚 对 小朋友的脚 就算你是一个 老奶奶 是吧 她的脚 也不会那么的大 是吧 她算是好的了 是吧 她算是好的那种 一般的话 变成这样的 是吧 看起来有点 那个 啊 这为什么呢 因为 呃 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呢 嗯 爱一猜 为什么 女性要这样做 怕了 他们要跑 去 不能 跑走 是吗 跑不走 哦 是吗 好 对对对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呃 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啊 很多种说法 对 那个很可能也是其中一个 是吧 怕他们抛走 对 但确定的一点是 如果他们这样裹脚的话 走路走起来 很慢 是吧 很不稳定 是吧 就像小朋友走路的那样 很不稳定 对 哎 我听过是这样的 对 那个时候 呃 毕竟男人 是吧 男人的话 比较喜欢比较弱小的女生 是吧 其实大部分男人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你看是吧 一个女生 她走路的样子 很弱 很弱小 是吧 感觉需要被保护的那种 哎 就他们就觉得 啊 这个很漂亮 这个女生很美 嗯 所以就 很多女生就是这样开启裹脚 对 当然这个不不仅仅是为了漂亮 不仅仅是为了美 是吧 这个也是一种 呃 男尊女卑 是吧 这呃 重男轻女 那个时候的一个行为 所以很多女生都要这样裹脚 如果脚没有裹起来 你的脚是大的 那很多男生都不想要你 对 如果你的脚是这样正常一点的 大一点的 很多男生都不想要你 嗯 对 这是旧社会 是吧 现在 有吗 肯定没有 是吧 现在如果说 呃 你要去裹脚 那个女生肯定会打死你的是吧 对 所以想说的是这里啊 新旧两种社会 旧社会就是这种 是吧 旧社会就是刚刚我说的那种 对啊 好 呃 对没问题 嗯 大家看到PPT了吗 嗯 看到啊 好 可以看到了啊 好 啊 所以下一个也是这样的 经历过痛苦的探索 是吧 比如说探索就是科学家经常爱做的事情 是吧 去探索一个东西 哎 为什么会这样啊 啊 他后背后有什么东西 对 去探索 对啊 好 所以呃 经历和经验 我们之前说过 是吧 还记得吗 经历和经验 哪里不一样 以前老同学还记得吗 经历经验 我说过吗 说过了 是 说过了 嗯 看 记得吗 嗯 呃 对可能忘了 光是正常的啊 是 光是正常的 好 经历的话 一般都是你自己 是吧 你自己 真的真的 亲身去做过的 这叫经历 是吧 比如说失败 你自己真的经历过的 你自己真的 嗯 遇到过的 这叫经历 所以爷爷也是这样的 他真的遇到过这样的社会 他真的在这个两种不同的社会当中生活过 对 这叫经历 经历的话 你看你经历过的这些东西 是吧 慢慢慢慢慢慢 以后变成了经验 对啊 呃 有时候你不一定是那种 亲身经历过的 但是你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哎 对是吧 但是大部分是那个 经历过的 对啊 所以呃 上次我举的例子是 哎 陶老师你有这个生小孩的经验吗 对可能没有 是吧 或者说呃 我有两个孩子 是吧 对 怎么 怎么生小孩 他的过程是什么 哎 我是有经验的 但是 陶老师是 经历过生小孩吗 肯定没有 嗯嗯 是吧 对 我又不是女生 是吧 我又不是女生 我不会亲自去生小孩 是吧 对 你看 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 是吧 我是没有这个经历生小孩的这个过程 对啊 好 下一个到第三第三组了 还是第一组了 第三第三吧 第三再来一个 嗯 取得成功的人 取得成功的人 对啊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这是真的啊 读一本真的好的书 那书中他介绍的那些知识 是吧 他们人生那些是比较品德高尚 是很厉害的那些人呃 分享的他们的经验真的是呃 太不可思议了 是吧 这就是呃 换不了的 对 好 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呢 何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对啊 何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想说的是跟那种呃 品德高尚的 是吧 这个君在古代古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种 是吧 君子呀 是吧 君子的话比较品德高尚的 是吧 比较好的比较厉害的 简单的说啊 跟这样的人一席话 说聊天 是吧 我跟他聊天的话 我跟他对话的话 圣读十年书 这个更厉害 是吧 跟什么东西比起来更厉害呢 就是你读了十年的书 这有道理是吧 真的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读很多很多书 但是从书得到的知识 有时候真的真的太少了 但是跟厉害的一个人 你跟他谈话 你跟他聊天 哎 你发现是吧 人家要读十年的书 你在这个一两分钟之内就能学到很多很多很多 对啊 这个就是和君一起玩圣读十年书 嗯 好 呃 比较厉害的是吧 在这个方面比较厉害的人聊天 他告诉你的话 你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就能知道那些十年读的书里面的内容 嗯 对啊 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那种去解交一些比较厉害的朋友 前辈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聊天 你会发现哦 啊 他的知识是吧 真的 真的很丰富 嗯 对啊 这个就是和君一起话圣读十年书 好 呃 这没问题 那下面是第一组区别 第一组了 取得成功的人 取得成功的人 都失败 他们和 葡萄人的匹别 就是他们都 都持了下来 持了下来 由于 由于 和 爱情之间的 由于 一位 一位 两个人 一位 两个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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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和 爱情 两个人 就是 世界 是 是 你知道 往往 可常常的 全体 是 是 是 嗯 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前 几 几 课学的啊 往往和经常 嗯 对啊 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 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对 这是真的啊 就 一般成功的人 看看他们 他们也是经历过失败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他 哇 他很 特别的成功 是吧 很了不起 哎 我特别羡慕他 那其实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很多 失败 才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对啊 好 友谊和爱情 这个有意思啊 呃 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友谊意味着 也就是说 友谊也就是说 两个人和世界 两个人和世界 爱情是 两个人就是世界 对 对 这个有意思是吧 对 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啊 好 最后是区别 这个和这个的区别 第二组来吧 暂时 困难只是暂时的 困难只是暂时的 只有我们 勇敢地面对 困难 他能就希望 在一个 他暂时的 他暂时的 能来上水的 他现在 应该 应该 修 修 暂时 都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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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都说困难 困难 暂时 暂时停止 隐业 对 暂时停止 隐业 都说困难 只是暂时的 但这个暂时 到底是多久呢 没有人知道 嗯 是吧 好 第三个我们看一下 隐业 是什么时候 能看到这个 隐业中 这个词 是吧 这两个 你们在哪里 见过呀 比如说商店 是吧 商店 比如说你去一家商店 然后 他们在 营业的话 他们会写着 营业中 比如说你九点 开店 是吧 你就九点去的话 对 他会写着营业中 这个时候 你可以进去吗 可以的是吧 你可以进去买东西 你可以想做 你想做的 对 但是到了 十二点到 一点 或者是 十二点到 两点 这个时候 他们在休息 是吧 休息的时候 你进去以后 你想买东西 可以吗 不可以 是吧 因为他们在休息 哦对 所以这个 隐业中 休息中 很可能是 在这个店的前面 挂着一个牌子 是吧 挂着一个牌子 在英文里面是 呀 我好像 我信号又卡了 是吗 我再说一遍吧 啊 隐业中和休息中 一般是在 商店前面 挂着一个牌子 是吧 在牌子上面 写着 隐业中 或者是休息中 在英文里面 比较简单 是吧 英文里面 是什么和什么 隐业中是 过班 close 是吧 见过吗 你们 商店前面挂着那种牌子 没见过吗 哦 没有见过呀 哦 我是的话 断断 哦 我的话 断断续续的 是吧 听不清楚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对 总也说了 我的信号不好 好 我再说一遍啊 隐业中 就是是吧 你在工作的那个时候 所以隐业中和休息中 什么时候建的最多呢 大部分是在这个商店的前面 是吧 商店的前面 它会挂着一个牌子 在英文里面是open 或者是close 是吧 就一般这个隐业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去 我们想买 进去买东西 是吧 我们可以去买 但是休息中的时候 他们一般是在休息 我们不能进去里面 对啊 所以第三句也是这个意思 商店因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内部维修 是吧 他们可能是在修一些东西 比如灯坏了 是吧 墙 我们得刷一下 是吧 我们在维修 所以呢 暂时停止 营业 是吧 暂时 休息中 我们的意思 刚刚听到了吗 听到了 还好 行 好的 下面是第二组 是第二组吗 困难就是 困难就是 困难就是正式的 只有我们 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去达成功 你想面对 你想面对现实 现实 而活着 勇敢面对 昨天 是 明日 明日 是 明日 敬礼 敬礼 而为 对啊 敬礼 而为 困难 只是暂时的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 才能有希望 取得成功 理想面对现实 我只能勇敢面对 昨天已是 明天 是 明日 面对 今朝 敬礼 而为 好 来看看啊 理想 面对 现实 昨天 我们也说了 是吧 理想 很美好 是吧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 想要什么 什么 怎么怎么做 但是呢 现实都是这样子吗 不是 对吧 有时候是 现实给你的答案是不太好的 对吧 让你失望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好的 是吧 让你开心的 所以 不管怎么样 这个现实 不管是 怎么样子的 你都要 勇敢地去 面对 对啊 好 第三个 以是 这个是是什么意思 好 能听得见吗 说 嗯 以是 以是 是就是 是人 是吧 也就是说 死掉了 对 对 这个是 有时候也说 死的意思 所以昨天已经 过去了 明天是 明天还不确定 是吧 明天是 怎么样子的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只能 面对今朝 是吧 今朝就是 今天的意思 敬礼而为 用我们的 所有的力气 所有的能力 去做我们 想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今朝 就是今天的意思 有一句话 有一首诗是 今朝 有酒 今朝 醉 明日苦来 明日愁 对啊 今朝 有酒 今朝 醉 什么意思 猜一猜 好不好 今朝 是 今天 是吧 有酒 酒是喝的酒 是吧 如果今天 有酒的话 今天就把它喝完 然后喝醉 对 什么意思 你们觉得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酒 今天 今天 工作 今天 今天的 做完 今天 嗯 对 工作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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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今天 等到明天 对 不用 不要等到明天 哎 对 太乐观了啊 对 这句话是 说 如果今天有酒的话 今天就把它喝完 是吧 喝醉掉 是吧 所以 你们的理解也是 有点对的啊 这个就是今天有工作的话 今天做完 但是一般这个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一般是说那种不太 便宜比较多啊 就不太好的方面 比如说 有一个人 是吧 他今天领了工资 是吧 他今天领了工资 所以呢 他今天把所有的钱 就花掉了 是吧 明天吃什么呀 哦 对 像这样的人 我们说哎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不会留到未来 是吧 不会留到明天 他没有长远的计划 对 这样的人 我们说哎 他这个人是那种 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人 嗯 对啊 好行 好 这个面对还有问题吗 嗯 继续学习吧 嗯 好 下一个是呃 第五个语言点 是上的意思啊 呃 来 分组 嗯 好吧 书星还有小李伊诺 对 你们是第一组 你们下来吧 对 这个城市 这个 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 地铁 这个城市的地铁 已经有三八年的历史了 每年有成 昌盛万的高中毕业 就是毕业生参加医学考试 嗯 医学考试 医学考试 爱迪生 还有 爱迪生 爱迪生 就是 是在 找了 找了 材料 后才 找到了 能 能点 点 点 点的材料 嗯 对啊 是什么什么上 呃 以前咱们可能学过这个什么什么上 以前学的可能是那种在某一个问题上 比如说 哎 我在数学上不太厉害 是吧 我在数学方面 哎 我在数学这这个领域里面不太厉害 对 是这样 但今天我们学的是跟一些 呃 数字 是吧 表示数量 这个加在一起 比如说上 百 年 也就是说可能至少是多少 百 一百 哎对 很好 至少是一百年 是吧 上百年 上万 是吧 成千上万 它是一个固定的 成千上万 想说的是很多的意思 第三个也是这样 上千种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千个 是吧 至少一千个 然后就比可能一千还要多呢 对 这就上 对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上是 可能表示这个达到了 或者是够某一个数量 对一般是这个数量的前面出现的 对啊 好 咱们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自己先做一做哈 嗯 咱们是哈 嗯 来吧 就直接来吧 分字吧 嗯 嗯 这件事发生在1914年 然后呢 上100多年发生过的历史 嗯 对我听到啊 呃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可以 对啊 上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用说上100年啊 我们就直接说上百年 两次就可以 对啊 这件事发生在1914年 呃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跟这个差不多啊 好 第二题 这张 这张 这张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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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 两三 毛钱 两三毛钱 可以 毛钱的 就报纸可以 对不起 卖出 连 三百元的 三百元的高杂 都可以 是 几倍啊 毛到百十几倍 毛 个 十 百 千 所以我们可以说 千 嗯 可以 用上 怎么说 大概上了 对 可以 价格 对 价格 这个叫什么 比如说 现在 呃 以前 比如说啊 假如说我们缅甸 以前一包咖啡 是吧 一小包咖啡 好像是五十块钱 然后现在好像是三百 还是四百五百 我不太确定啊 这个叫什么 涨价 涨了 嗯对 所以价格 涨了 涨了多少 上 刚刚说的是毛 个 十 百 千 是吧 上千 一倍两倍的倍 嗯 对啊 价格 涨了上千倍 可以吗 嗯 应该可以啊 比如说上面是 这件事发生在 1914年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说这张本来只 两三毛钱的旧报纸 可以卖出两三百元的高价 所以价格涨了多少 涨了上千倍呢 对啊 是这样 好 最后一个 这个电影 看过了三百个人 上千百个人 反过来 上百个人 看过了 对对对 上百个人都已经看过了 对可以啊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表示数量很多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 是吧 成千上万的影迷 都看过了 这影迷 电影的影 是吧 成千上万的影迷 都看过了 啊 也可以 好 那这个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 来最后再读一遍吧 来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在成功之前 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能点亮变灯的材料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能点亮变灯的材料 他们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坚持啊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困难只是暂时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我来读大家听 第一遍就先听 对 不要跟着读 第二遍的时候 对自己在那边读啊 来开始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 在成功之前 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 找了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能点亮 电灯的材料 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困难 困难只是暂时的 阳光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 在成功之前 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 找了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能点亮 电灯的材料 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困难只是暂时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好 第一组先来吧 每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 在成功之后 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 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能点亮 点灯的材料 取得成功的人 我们都经历过许多失败 他们和同仁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习惯 我们也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困难只是真实的 眼光走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有梗的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嗯 可以 好 第二组 每一个人都希望 强功 可说很多时候 在强功出现 前卫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而且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太疲惑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 上千种材料后 才找到了困难 能讲两简单的材料 取得强功的人 往往都经历过 取得失败 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是他们都是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百分之的希望 我们也要做出一百分的努力 困难就只是 这真实的阳光走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 面对困难 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这是得 因为它是多音字 有时候我们可以读地 有时候我们可以读得 读地的时候 一般是它有真实的意思的 比如说地面 地方 地理 地图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要读地 这里是它是一个虚词 是吧 就是那个三个得 三个得里面的一个 所以我们要读得 勇敢地面对 是吧 勇敢是形容词 是吧 也就是说 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面对困难 我们要怎么面对困难 是勇敢地面对困难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读到 好的 那就来第三组 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 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 可是很多时候 在成功之前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 就放弃 而有些人遇到困难 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三千种材料之后才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 取得 风雨后 在风雨后 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 男人有希望取得成功 嗯对啊 可以 好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啊 人们对困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分析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分析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少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 有些人遇到就去解决它 那么成功的人和普通的人区别是什么呢 哦 区别是 成功的人 经历过许多失败 对 两个人都经历过失败 但是成功的人 他们坚持下来 是的 对 他会坚持下来 普通人一般遇到失败 他就直接放弃了 放弃 是的 对啊 这就是成功人 成功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 爱迪生是怎么成功发明电灯的 找 找是 现成种材料后 用千种材料后才找到的 哎 对 才找到了 是的 最后一句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什么意思 是 遇到很多困难之后 我们 能得到成功 嗯 对 对 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我们会成功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要成功的话 呃 首先 一定要 对 遇到困难 坚持 遇到困难 坚持下来 是的 不要轻易放弃 不要轻易放弃 哎 很好 对 对 这个就是阳光 是吧 呃 他用这个阳光来形容这个成功 然后风雨 用这个风雨来形容什么呢 形容那个困难呀 挫折呀 麻烦呀 等等 对啊 所以呃 我也想知道 所以说你们认为的成功人士都有谁 为什么 对啊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两个 呃 就看你 啊 也不要很多 对 你可以举很多个人 然后你就具体来介绍一个也行 比如说你觉得谁谁谁谁是吧 三四五个都属于是成功人士 但是其中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哎是吧 所以包括我们在考HSKK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呃 如果问题问你说都有谁那你的回答不要回答全部的那个人是吧 如果你把所有的人回答的话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多但是不深 是吧 深是我们在呃第一课 第一课学的内容吧好像是深和钱是吧 对 所以呃 不要说那好多个人是吧 对好 不要说好几个人 你就说一个就够了 对 说一个 说深一点 说的具体一点 对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是HSKK也好HSK也好 表达问题的时候是吧 一般你有很多种 很多个人的话你就尽量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啊这个时间限制 因为HSKK的话一般只是一个一分半左右 是吧 一分半两分一分半而已 所以你在这个一分半里面你不可能把三个人的事情都讲完 是吧 你就选择一个人 然后你就具体的详细的介绍这个人为什么成功 嗯对啊 所以咱们在交作业的时候也要这样好吗 然后呃 咱们今天又来了一两位新的同学 对呃 我我再介绍一下啊 咱们咱们有每一课啊 每一个课文后面都有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口语作业 对口语作业 就你你得发给我发语音啊 不是不用写下来 不用写下来就发语音 我想听你们的这个口语 呃准备的时候 两分钟 对准备时间只有两分钟 你们在准备的时候好好自己记下来好不好 自己记下来两分钟 叮到时间就发给我 对这样呃 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为了HSKK考试准备的 对啊 因为口语这个东西嘛 对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是提高上来的 所以我们得每一天都要练习 每一天都要练习 你看我们有五篇课文 是吧 呃 一个呃 这一刻就有五个话题可以去练习 是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一共你看啊 呃 一篇课文有一个话题 那我们有二十个课 是吧 乘以五 一百个话题 是吧 你你这样的练习是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的 是吧 一百个话题 我相信如果你们一百个话 不要说一百个话题 五十个话题 是吧 我也不是说每一天每一个话题都要交给我 我的要求是二选一 是吧 二选一这样的 对 你能坚持下来三十个话题 五十个话题 我相信这样的同学在HSKK的时候 应该是呃会得到比较理想的成绩的 嗯 对啊 所以这是欧语作业 嗯 好 行 那就 第五课还有问题吗 呃 第九课啊 我们那讲第九课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老师 好的 好